加沙地带一直处于饥荒边缘 而以色列物袭援助团队 在在凸显危险的地面情况 让粮食运输更加困难 就算不被武器打死 加沙人也会饿死 联合国估计加沙北部 可能两个月内就会爆发大饥荒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 必须给救援人员安全保障 才能提供物资给加沙 同一时间英国会出动军舰 用海上通道帮助加沙人 如果摘戒约的饥饿是对人的考验 那么在尾巴战争六个月来 加沙人每天都面对灵魂的拷问 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六警告 加沙两岁以下的儿童 三分之一面对急性营养不良 而这种情况正在用破纪录的方式蔓延 在最先爆发冲突的加沙北部 有理由相信 未来两个月就会达到饥荒的三个门槛 那就是缺乏粮食安全 营养不良和死亡 加沙每个月有100万人 靠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餐食续命 但安全一直是救济组织 运作的最大难处 而世界中央厨房员工预袭 再次让国际社会聚焦在安全状况 这个房间里的大象 我们没有保证据保证据保证据 在工作这里 人们也需要保证据保证据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下跌 去控制殿 为人们不要死 因为他们没有饭 我们需要保证据保证据保证据 对我们来到js 没有什么人出现 这些人就在工作 他们要来 因为全部都回来 让他们回来 让我需要 để从手出院 让他们回来 这里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大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人在买amt 至于在挤了超过100万人 乙军一直想要地面进攻的南部 实际上每天空袭护击不断 情况同样恶劣 平均850人共用一个厕所 3600人共用一个淋浴间 有的人原本身墙体健102公斤 半年下来瘦了20公斤 还要靠拐杖走路 医院预袭 医疗人员死亡 器材回损 从粮食到医疗 任何赖以为生的物资 在加沙都是奢侈 目前 英国 美国 塞浦路斯和其他国家 放眼在下个月初可以开通海上人道通道 做法就是现在塞浦路斯筛查救济品 在通过加沙岸边的美国临时镀头 或以色列港口把物资直接送到加沙 英国政府警告 加沙真的会陷入饥荒 所以将派出一艘皇家海军军舰 加入海上人道通道运输行列 也承诺提供970万英镑 将近5800万令吉的救援仪器和物流专才 协助达成这个项目 请客绝望 各方面 请客绝望 平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